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統神都回過的小遊戲你們玩過了嗎? 我是覺得有一點無聊啊 我們還是來開車車好啦 大家抓緊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周又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馬娘漂亮賽馬 在2月20日日本上市 是由Side Game旗下競賽馬蒙泥人為主題 是一款養成類模擬遊戲 玩家將成為馬娘培育機構的特雷森學院的 新人訓練家 與身上長馬馬耳朵螞蟻疤的少女馬娘 共渡校園生活 為了稱霸國家級賽事而努力著 而遊戲玩法就是兩層模式 最主要就是能夠贏得國家級賽事 在進入比賽後就可以選擇作戰計畫 感覺起來還蠻有策略性的 在比賽的過程中也會加入播報員的即時轉播 更讓玩家能夠融入遊戲當中 在比賽的過程中也會觸發天賦技能 也可以以此的扭轉戰局喔 透過遊戲中培育的方式 就可以增加馬娘的成長數值 但是如果體力不佳的話 在訓練的過程中就會有機會失敗喔 另外也可以透過繼承方式 將多餘的馬娘合併之後 就可以大幅提升馬娘的數值 除了需要比賽之外 馬娘們還需要作為偶像來出道 一起宰歌宰舞表演勝利舞台 都將以生動的3D畫面呈現 真的是想到不行啊 來給很多人獻上驚奇大逃殺遊戲 《皇家冠冕》是一款主打多人的MOBA生存遊戲 遊戲的畫面超級像RO的感覺 玩家將在幻想風格世界中被召喚 透過降落傘的方式前往童話般的幻想之地 玩家需要透過打開寶箱來收集武器裝備 來讓自己更得越來越強 也可以升級自己的技能 來增加自己的攻擊力 在遊戲中共有20種獨特角色 以及六大職業 戰士、射手、刺客、擁護者、魔法師、坦克 多達30位玩家可以在線上同時禁忌 如果喜歡打逃殺的玩家 或許可以示範這款遊戲 Squeeniner 宣布將推出經典角色扮演遊戲 Final Fantasy 7 Ever Crisis 這是太空戰士7的領類重製版 遊戲將會是一款單人遊戲 並以接近原作的Q版風格來詮釋 戰鬥的部分則是採用比較接近 等比例的寫實風格以及即時戰鬥方式 可以看得出遊戲的畫面 比起以往真的好上許多 只不過目前上市的時間還不確定 另外又將推出 Final Fantasy 7 大逃殺系列的手機遊戲 The First Soldier 預計會在2021年登場 這時空背景在本傳的前30年的米德加 採用時下最流行的大逃殺玩法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神羅戰士的候補生 必須在戰鬥中會用各種能力來求取生存 還可以使用太空戰士裡面的魔法技能 或是召喚出召喚手來幫助自己戰鬥 真的是太經典啦 如果你是太空迷的話 千萬不可能出過這兩款遊戲喔 絕地求生將推出全新的手機遊戲了 絕地求生 New Style 不但符合手機遊戲環境的全新模式 展現絕地求生的實境槍戰 搭載多樣的生存戰術 全新的槍枝克制化功能擺脫了附加配件 將投入更先進的槍枝改造功能 不僅能改造射擊模式 增進槍枝效能 還能裝備火箭發射器 甚至於具備無人機 戰鬥閃避和戰術妨礙等多樣技巧 更添加有別以往的遊戲內容 這次設定在2051年的 《偉來世代》 為大逃殺體驗全新的戰鬥色彩 蛛絲灰色正式展開動畫 五等分的新娘 首款手機遊戲 五等分的新娘 五胞胎將無法消除遊戲分成五等份 將在台灣、香港、澳門 繁體中文版史前登錄 遊戲是隨著 一花、二奶、三酒、四葉、五月 五胞胎的幾版 加深而展開了戀愛喜劇消除遊戲 玩家除了能夠以男主角 上山風太郎的身份 重溫原作劇情 還可以體驗完全兼修的 全語音新劇情 未來還可以在原作中 未能選擇的心儀對象 以他成為特殊關係啊 嘿嘿 我一定要玩爆他 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 手機遊戲上市呢 傳奇網路旗下手機遊戲 精靈樂章 這樣的夥伴沒有問題嗎 預計在3月2號正式上市 遊戲是經典PC online 精靈樂章改編的手機遊戲新作 承襲以往的歡樂惡搞風格 不但劇情令人噴飯 外型造型也讓人絕對捧腹大笑啊 將原本PC版本經典要素 完全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玩家將以精靈死的身份 回繞在發生命運之日 這非二世界中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看在右上角 我有介紹連結 由日本講談社官方正反授權 卡牌冒險手機遊戲 魔導少年無精冒險 預計在3月3號正式上市 作為一款冒險卡牌的RG手機遊戲 力求用最原知原味的方式 為粉絲在線經典劇情 一起熱血情懷 以最忠實的原作姿態 對妖精IP進行了誠意製作 將原作中各類場景高度還原 玩家可以清零夢幻冒險場景 重溫各型熱血角色 納茲、露西、葛雷、艾爾莎等 為首的原作角色夥伴們 將在妖精引發無盡冒險中 繼續冒險 以上就是這次的 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 拜託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沒辦法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的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